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关于最近的话题 讲医生加人工 我觉得加3%是一个侮辱 为什么呢? 你做事我一个人是尽心尽力 去斗一个人的命 不是说笑的 3%我觉得有些侮辱 爱用每年都不断加 真的离谱 梁柏妍提议 医院加价 我真是举个赞成的 尤其是急症室 你100元 说真的 你加到850元是绝对不过分的 为什么呢? 他在外面看医生 你很难很难找到 有些200元的 是有的 莲米药 你加到850元 但是有一个好处呢? 他就是有什么重要事 连X光什么都包了 其实你真的加到850至200元 是不贵的 你外面看医生 是有些年约200元的 但他不包你X光 对不对? 你里面不是的 你紧急救援 他都包了 那200元呢? 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 就是 不需要排队 排队队队队队队 这么久 减少了人流 也都减少了医生的压力 还有你说 认真没钱的 拿中援的 那你便 豁免 拿豁免 就是 和医院那里填章 我会去申请 那你便不用找数 那如果是中援户 或者什么呢? 那他不怕他走数 在中援那里扣他200元 就是这一样 就不用怕 就是 大哥我没理由和你量 你教你怎么做 不如我做特首 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 总之收850至200元 我觉得很合理的 因为他不只是看医生 就给人家算数 慢慢又减少些人 有些小小病的 譬如 戒掉小小手 他譬如 连快交报可以的 一百元都不好了 我上去验一下 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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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起码少了 少了 那些医生命压力又减低了 那你加3% 那别人的气都信 是不是 哇 你看排队排 上次我们的咸泡 流了24小时 流血 等年针 都等24小时 是不是 那你想想 就是因为人手短缺 因为便宜 因为一百元 个个都去 但是你说 有些真的很窮 直接政府帮他给 申请填下去 豁免 查他 塞纸皮 根本 全部他的储蓄存款 都不够那几百元 那你这些豁免 但是又是说一句 不用我教这些东西 是不是 就是有很多办法 你这么多都可以 就是成立到的东西了 好像这些地产监管局 那样 就是废的局 你们都成立了 是不是 又不用业主 簽委托书 是不是 但是又 又你不簽委托书 又收不到佣 就是你 就是玩别人的地产代理 又要别人的地产代理 交二千多元给你 废除它就对了 那我现在说这个呢 就是我赞成加价的 那希望你们行会成员 就是研究一下吧 对医生也好 对其实 对个个都好的 那但是怎样加的 你们自己想啦 你们加外容那么厉害 是不是 加香港人又不厉害 所以你们自己再行会成员 整个班衣换了去 他说完CY 那你就会好好的了 是啊 是这样吧 拜拜 好 好 好